各位弟兄姊姊妹,你們好啊,我們現在又開始 講廣場的《色經》和《神學》的討論, 我們仍然在一個主題上就是 靈聖神的聲音和領袖方向和善行,就是神是在我們生命有奇緒計劃的, 我們如何得到神的帶領?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明白, 就是神有個目的,神有個目的,祂想成就在我們生命之中, 就是要成就祂的計劃,是神想的,所以根本是,只要我們聽話就能夠進入那個方向,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只要我們肯聽話,親近神,遵從神, 就自然能夠進入那個方向,就不像我們要求神去讓我們進入那個方向, 神是很想讓我們進入那個方向的,只要我們親近神,遵從神,師傅神, 就會入到神給我們的方向,所以希望大家都有信心,相信呢, 進入神的計劃是不難的,好,我們今次呢,是最後一處的經文, 就是《加勒體書》二章二十字,請給大家看,好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寫己。 好,謝謝。 那我們呢,其實進入神的計劃,最重要就是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了,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是耶穌在我裏面活著,神在我裏面活著呢, 祂自然就會帶領我們進入祂的計劃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的歷程呢, 我們這樣想,就是有整個這個世界發生的事呢,每天發生的事呢, 那就,世上的人呢,大部分都不是跟從神的方向的,那信耶穌的人呢,是開始去跟從, 但是有很多信耶穌的人呢,根本是沒有進入神的計劃的,他們只是, 就是掛著祂自己的需要,祂自己還在祂的困難和需要上去爭取, 所以他們只是僅僅難得得到神的恩典,那但是有些人呢,就好像保羅所講的,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善,現在不是我在裏面活著, 而是呢,神在我們裏面活著,那所以呢,我就會被神去帶領了, 神帶領的時候呢,自然就會將帶領我們進入祂的計劃裏面的, 這個呢,就是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奇妙計劃,這個就是神必然做的事情來的, 那好了,我想問問大家,從聖經看,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是什麼意思呢? 與基督一起釘十字架,其實有一次我曾經講過的,有人問過我的,那我就回答過了,有沒有印象呢? 同釘同死同活,OK,是嗎? 是的,是的,同釘其實就是同釘,不過有同活的,都是因為現在活著的不就是我, 但是那個意思呢,你再解釋得清楚一點好不好? 有沒有,有人講說來的,有人講我們哎ja 發啊! 尤其是就說這一句話了一句話啊,就叫別瑞壓了一句話氣好不說很多的樣子! 我一直做這個應該是比較重的,你說一個不說很重的日子! 有一次我曾經講過的 其實這個釘十字架這件事 在耶穌的時候是什麼來的? 我想問大家 在耶穌的時候 凝聚 是凝聚 所以釘十字架的人 結果是怎樣的? 死凝聚 是的 就是說他們是會死的 所以用當時的 當時的字眼來看呢 就是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就是與耶穌一起去釘十字架 和他一起死 那就是說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我已經是放下我自我的了 就不再是我自己活著 是讓耶穌在我裡面掌權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有很多人呢 就不是這樣解釘的 有很多人呢 他們一講到 為主背十字架呢 他們時時都會講到 就是與主一起受苦 他將這個意思一轉了受苦 我們要背這個十字架這樣 但是呢 聖經裡面是沒有這個意思的 是 譬如這個經文都是很清楚的 就是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了 我和耶穌一起釘十字架 我和他一起釘 就是 和他一起釘 那就是我死了 然後我和現在活著的就不再是我了 是耶穌在裡面活著 那所以呢 就是將我自我釘死 我的自我和耶穌一起釘死 所以 根本不是有受苦 那當然會受苦的 不過他主要意思 不是講到受苦 主要意思就是說 我將我自己放下 然後呢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現在活著的呢 不再是我自己來的了 是耶穌在我裡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 他是愛我為我寫幾 那這裡呢就是 不如我們再看回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基督徒有什麼地方看到耶穌在我裡面活著呢 那我想說 我們有什麼地方可以看到耶穌在我裡面活著 你們有沒有發覺耶穌在你裡面活著呢 你怎麼知道耶穌在你裡面活著呢 有沒有人想答 OK 其實基督徒會有改變 就是會知罪 會想離罪 想遵從神 想侍奉神 想幫助人 這些就是耶穌在裡面活著呢 我們會發覺有一個 不是我們本來的動力 是我們本來沒有的 現在有一個新的動力 就是呢 我們會想去做耶穌分配我們做的事 是每一個真基督徒都會有的 每一個真基督徒都會在裡面想遵從神的 但是的確是有程度的 有些人呢 是很強烈的 一信耶穌 哇 覺得耶穌這麼好 就很強烈回應耶穌 很強烈聽耶穌的話 在裡面呢 會有這種動力出來 我要聽完耶穌話 我要遵循他 有些人呢 一信耶穌 他馬上會這樣 但是有些人信耶穌呢 其實有好 有幾個因素的 有幾個因素就是呢 有些人信耶穌的時候呢 但是他信耶穌的人 是沒有說清楚 罪的嚴重性 罪的可怕 所以他只是覺得 我現在信多一件事 我以前我信我自己 或者我信這個世界上的東西 我現在信多一件事就信了耶穌 那麽呢 就以為呢 我就是信這個耶穌 那麽呢 就沒有想到是 我罪是很嚴重的 沒有想到是 我放下這些罪 給耶穌掌權 是完全沒有這個觀念的 又沒有想到說 罪是很可怕的 罪會破壞人的生命的 而神的路是非常美好的 因為在傳方的時候 很多時候沒有說給那個人聽 所以他就 只是呢 覺得 譬如他有 傳呼叫他認罪 那麽 但他並不是深刻的知罪 他只是覺得 我們表面的認罪 在他心裏面呢 他沒有覺得耶穌是這麽重要 這麽寶貴的 那麽也都有一些人 在信那一陣呢 聖靈會臨在他身上 是更新他 不過他很快被周圍的基督徒影響 就變了呢 他那個動力是很弱的 那麽我想問一下大家 我想問一下大家 每一位在這裏的人 如果你願意的都可以說的 就是你發覺你初信的時候 那個動力 是不是強 因為說是很弱的 然後你慢慢慢慢才提升 或者你一信耶穌呢 已經發覺有個強的動力 然後呢 就可能 每一個人不同的 有升有起之類 就是我主要想聽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發覺 在你真信耶穌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有一個在裏面發出來的動力 OK 我希望你們去講一下 就是因爲什麽呢 就給大家去瞭解一下 神在裏面的工作 譬如我自己呢 我一信耶穌 我發覺有很大的動力 那 有一個因素的 我真是很認真去想這件事 我真是認真去想 這個世界是否有神 如果有神呢 我覺得是 真是 最 這個世上最好的一個盼望來的 因為如果沒有神呢 那幾十年就死了 那做什麽都不要緊 那我就覺得 就是我未信耶穌之前 就覺得沒什麽所謂的 就是因爲 難免都要死的了 那死了如果沒有神呢 就是我當時覺得是沒有神 那死了就死了 那就沒什麽所謂的 就是你在世上 黑衣也是這樣生存 皇帝也是這樣生存 那 這個意思就是 一樣是有個生命 不過呢 不是一定 皇帝呢 就開心過 黑衣的 有時候有些黑衣都會開心 有些人 是 很有錢他都可以很開心 那時候我就想 我總之我 我開心 做人開心就行了 但後來我 當我 知道真是有神的時候 我是非常之震驚 真是有神有永遠 我就覺得是非常之美好的 我就 即時 就 當我知道神的證據 我就講給很多人聽了 那 是很大的動力 那我想聽一下大家講一下 在你信耶穌的時候 你未必一定是 好像我這麽大的動力 但是總之你發覺裡面 有一種動力 推動你的 或者你 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動力 改變大家可不可以講一下 就是我未信耶穌之前 我很喜歡讀普通話的 一回家 聽不聽到嗎? 聽到 聽到 一回家馬上 三都不換 就讀幾個小時普通話 讀了很多年 但是一信耶穌呢 有沒有興趣看電視 又沒有興趣讀普通話 經常都看那些熟靈的書籍 或者關於熟靈的東西 就是 好像看都不夠這樣 就是這樣 OK 你可不可以 形容到裡面 你那個心情 或者你那個動力 形容一下裡面發生的 什麼事呢? 沒有 就是很想 很想 很渴求 只能夠說這麼多 OK 那你 你渴求什麼呢? 是啊 渴求 認識神多些 以及經歷祂多些 OK 你在你信耶穌的時候 是什麼 令到你覺得 是可以經歷神 渴求祂多些 就是你 是不是有些人跟你講了 或者你見到神的工作 所以你的心渴求呢? 不是啊 自自然就渴求 總之 我常常都是 看很多的熟靈書籍 聽很多道 想知道 不懂 想 想跟 我想問你 因為這件事 我會好奇 是啊 你信耶穌的時候 你是 就是 什麼 令到你 相信耶穌 為什麼你會渴求 因為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你想回那個過程 是不是你覺得有個神很好啊 或者你看到一些人經歷神很好啊 我覺得神很真 你是哪一樣 在你裏面 令到你會相信耶穌 什麼因素 其實都是 是 是 是我小時候就信了 後來離開了上帝很久嘛 離開了十幾年 後來身體不好又有機會接觸回 那有一次的聚會 就是聽到的時候又很感動 那就是 那就是缺自信耶穌 那缺自了之後 就 就開始教會生活了 那 一缺自了之後就 就好像那個興趣改變了 其實都不是我特意去改變的 好像自自然就改變了 OK 就是 那邊 就是可能是 那個聚會 那個聚會 講到的時候 有一句入了我的心 在背後那個處境 入了我的心 那句大約就是 就是 你人自己決定很多事情 今天去這城 明天去那城 你不知道 是啊 就是你無知的人 你不知道你的命 是明明天使隨時 都可以拿你的命 你差不多這一句 觸動了我 那就信了耶穌了 OK 就是你會想到 我的命去哪裏呢 是不是 有這樣的意思 是啊 就是你話事是 原來說不到的 OK 好 就是你想到人生的方向 不知道去哪裏 那你就很關心了 很關心 好像突然醒覺了 OK 而且 是不是那個聚會 神那個同在感動你 不是的 那個聚會 就很普通 很悶 很悶的 是這句經文 感動了我 這句經文 其他講什麼我都不知道 OK OK 就是說你忽然醒悟 我將來的生命是怎樣 我去哪裏 我去哪裏 那我就知道了 那我現在知道 就是真的有 永生 永盈 是不是這樣 就是 所以呢我很想 認識神多些 經歷他多些 都沒有知道永生永盈的 只是知道有一個神 而這個神是說了事的了 這樣 OK 所以這個呢 例子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神在裏面 更新你 改變你 就是說 譬如 就算一個普通人 如果當一個人 不是聽到 就說到 喂 你人生會怎樣 譬如有個人很震撼 人生怎樣 我都不知道 我很擔心 或者我什麼 不要緊 他這樣想的時候 都不會說 整個人變了 所以 你的變了 是因為聖靈 在那時候 深刻的 將這句經文 放在你的心中 所以你就會改變了 是啊 所以也就是說 那時候 真的基督在你裏面活著 其實我想大家 興趣都會改變了 其實我想大家 興趣都會改變了 是啊 OK 那 為什麼我請你分享呢 就是因為我想和你們分析 在你信主的時候 聖靈怎樣居住在你裏面 將你改變 這個就是我想 大家 分享的原因 就是我 我也都想 很想了解 不同的人 你是不是會覺得 在你信主的時候 就有一種 意念 有一種聲音 在你裏面提你 幫助你真心去 跟從耶穌 然後有一種動力 在你裏面發生 這個就是基督在你裏面活著 OK 多謝你 還有沒有其他人分享 我想多些人分享 比如有些說 我真的 軟爛爛 沒有力的 不過我後來 才有一次 忽然間 某一個情況之下 我有熱切的心 多些 無論是哪種的都可以 分享 我就是 在之前 讀那些奇兵的課程 就是上了阿福斯里那個 三思理是教的 我就 在你的身上 我就看到 因為我很少看到一個 這麼容心去教人 還有這麼容心去愛主 還有就是 問你的問題 你都會回答的 這樣 我就在這一刻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真的 改變了 真的 感覺到 你的生命 影響了 生命 我在這裡 我這班讀的 人家都很多 是這麼說 真的很喜歡 牧師 你上那些課 在當中 真的會 人是 會很渴望 回去上課 很期待 會 哪一天 就回去上課 會有這個期待的心 還有回家都會 試一下 用你的方法 去教我們讀聖經 這樣 以前會 一路是真的 照讀的 都不會說 想一下 這個 是什麼意思 不會想的 就是這樣 一路讀 但是就算 可能一年會 讀兩次 全本聖經都讀完 這樣 但是 體會的東西 沒有什麼 就是 真的 好像 讀遠 半年讀完 那本聖經 讀完 就轉 這樣 就不會說 很用心去 去 研究一下 那個 經文的意思 是什麼 或者 在當中 在神的 話裡面 想跟你講些什麼 那 會想這個問題 OK 多謝你的分享 那我想問你 其實當時你信了耶穌多久 我信了耶穌 那時十三年了 OK 那你在那十三年裡面呢 你有沒有發現聖靈在你裡面動工 你好像 神在裡面提你 更新你 有沒有這些經歷呢 有試過的 我去一些 那些 祈禱會 那我就見到 說 個個都 雖然那個祈禱會 不是很多人 可能都是 十個八個 那樣的 那他們就全部都在那裡 講謊言的 祈禱 那樣就 就是這樣 那我就說 我之前 我是 不知道 那樣的 接著我說 就在那裡祈禱 那我說 神我都 聖靈我都很想 好像 他們這樣的 那個謊言 一起祈禱 那樣 當我說完之後 就馬上 就可以 就有了 就好像有股熱流 那樣就開始 那些 就開始 好像不受控制 那樣就好像 就開始 那些就是謊言 那樣 那樣 就是你 你就是 突然間那些 謊言自己來 是不是 是啊 就在那裡 嗶嗶巴巴 那樣 那些 就不是我自己 講的 就是 就一定不是我自己 硬做出來的 那樣 是很自然的 那樣 那樣 跟著他就說 他就跟他們分享 那樣他就說 回家 什麼 操練的 那樣我就 真的不明白 方言可以操練回來的嗎 那樣 他意思是 你已經有了 你繼續講方言 那樣 是 那樣 就是之前說 為什麼會有方言呢 那樣他就 有些會教 你說什麼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不停講就會有 那就是說 哈利路亞跟方言差不多 好像 很不明顯 我覺得就是 好像 有點簡例 那樣 好像不覺得 OK 這件事我就不贊成 的 我不贊成人 去講哈利路亞 講一講一講 講一講 然後是方言 這個我不贊成 因為我覺得是聖靈帶來的 譬如我們今天 今早分享 譬如我自己 開始講方言 我也是 有一次 有個人 他跟我一個教友 我的教友有講方言 反而我沒有 那時候 因為我經歷聖靈 沒多久 那就 有一次 有個報道家 從印尼那裡 來到香港 他聚員了 他在台下 他對著我那個教友 就說 他用英文說 speak in tongue 那那個人就開始講方言 跟著 我在後面 我舌頭一路自己震動 那這個是我第一次開始有的經歷 那也都 今早有一個姐妹分享 就是 有一次我跟他 來到的時候 他就開始這個舌頭震 開始有講方言 這樣 就是應該是自己來的 不是我們去嘗試找方法來的 但是我們去回那個主題 我們主題講到生命更新 你那次講方言 有沒有 你發覺有更新 有沒有 那一刻講方言 我覺得是有的 那我之前我都 因為 看聖經很多事 真的有很多是不明白的 那 都不知道問 問誰 那又 可能有少少東西 到處去 以前我都會 就是有一段時間 我都會很 很想去明白的 很想明白就會問一些 很資深的人 有些人 那時候問那些人 已經不在教會了 那就沒有人問了 那就不問就不問 接著開始就會覺得 反正我讀都不明白的 那為什麼要讀呢 好像讀其他的書籍 那樣 那個心 有時候就會沒有讀了聖經 但是就在讀了三司 你這個課程 那你帶我們 怎樣去讀神的話 怎樣去愛神 那些 那我就再次回家 再看回聖經 那樣 就 就 就不是以前這樣 只讀了 會慢慢去讀一下 有一次不明白 就可能讀多幾次 那樣 那都會好些的 那有時候都會 那有時候都會 有時候真的讀到晚上 都在那裏背了這個經文出來的 那 就是 好像在靈裡邊去讀聖經那樣 曾經在這裏 神都會有一些經文 有時候會給你幾個經文 好像在這裏背著經文 好像 守主餐那些 好像 那麽多 前書那些 十一章那些 那樣 他會整段經文 在這裏背著出來 這樣 那 這個呢 我聽你說的 就是一個 一個更生 在你靈命之中一個更生 那在那一陣子 基督在你裡面更加強烈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靈裡面的更生 那我又想問你 你初信主的時候 有沒有 有種動力推動你去更加親人神 愛神 有啊 有啊 那時候我很想 我最想的就是去探人的 很喜歡去探人的 就是那個探訪呢 我就很喜歡的 就可以跟別人說的話 我就 都覺得 總之到現在我都很喜歡探訪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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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我剛剛 因為我信主 是沒有人帶我去的 是我自己 去 去 去教會的 嗯 OK 那 其實呢 你初信呢 已經有這個更生了 就是 我 為什麼 我問你們呢 我就想你們自己親口說出 聖靈在你心中做的工作 那 那就很明顯呢 其實在你初信的時候已經有這件事 然後呢 在你生命中有不同的時間 有不同的事情發生呢 令到你這一種的 啊 神在你裡面的工作呢 是加強的 是 就讓耶穌更活在你的心裡面 你看不看到啊 就是說神是多次去提你 以至呢 你那個 靈命呢 就一直 不斷 就是不同情況之下去提升的 這個就是 基督在你裡面活著 更多 比以前更多 那你有沒有發覺基督在裡面活著 那那個自我就 會 啊 就是減低啊 那個人的罪性啊 那個自我啊 那個犯罪的動力會減低啊 有沒有發覺這個事情 有啊 有發覺 那以前很容易就會 就會 穩陣的 那現在 會好像 想一想 先制 就是 會 會說啊 或者怎麼樣 就不是馬上就爆出來咯 OK 好 那我們就看到了 原來呢 耶穌在我們裡面活著 越強 我們的自我就越弱 而當我們的自我弱的時候呢 不是 自我弱的時候呢 就是 例如那個罪性很強 有些人呢 他不同的原因 或者他孤單 他不懂得怎樣親近神啊 又跟人關係不好啊 在教會得不到幫助啊 那時候呢 他越在這個狀況呢 神在他裡面的工作就越弱的 就是自我越強 煩惱越強 神的同在就是越弱 而當人呢 被神去掌管 被神更生的時候呢 就越弱了 而神的更生是可以 譬如透過 有時候聽一些訊息啦 或者有個人的生命啦 有時候是在討告會啦 或者是經歷聖靈啦 這都是一些會提升我們生命 激勵我們去把我們的老我釘死 跟耶穌一起死在十字架上 這樣呢 那時候活著的就不再善苦了 那多謝你們的分享 那我又想說呢 另一個層次 就去到一個位呢 就是說 其實人生的事情都要過去 在世上的事情都不要緊 我就放下這個世上的事情 我就聽了耶穌話 我把我的生命傳給耶穌 那我又想問一下大家了 你們有沒有這種的經歷 就是說 我真的不再想關心 我世上其他的事情了 我想現在呢 真是完全呢 去聽了耶穌的話 做了耶穌所分布的事情 大家有沒有一些這樣的分享 那我自己來說就是 在我 我經歷聖靈之後呢 看到神可以怎樣用我 我就真的全面的毀身 那越來越毀身的 好 剛剛有姐妹就講一下 我想分享 其實我相信耶穌 其實我相信耶穌 都是神話 我已經熟練了 但是我就 利利氣氣 就是沒有投入的 沒有投入的 沒有認真去什麼 真真真去 認真去 感受到神這麼好 感受到神去 愛我 帶領我去 其實就是三年左右 就是我就是 就是 現前是 投入去 就是 愛主啊 愛人啊 我以前的人 是 現前是兩個人來的 我以前是 我是很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的 還有 就是很自私的 現在的三年來 就是 經過有些 我以癌的那個神 去帶領醫治 還有 看到神這麼好 今天我做生命 是現前是 投入了去 愛主啊 愛人啊 去教會裡面 我真的投入 今天呢 我 我大會的那些 奏狀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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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生命 以前有耶穌 也有神 以前是 變了兩個人 就是有時候我自己都 就是 哇 就是感恩 我真的 我可以 可以這樣去 為那些 慎變的人啊 教會的那些 就是 婉約的大兄姐妹啊 就是戒變那些 很想跟她去傳福音啊 帶其他在耶穌面前 很想幫她 怎樣 看看她有什麼 我就是現前是 投入 不是 我自己是不重要的了 耶穌是第一位 嗯 OK 非常好 就是呢 現在我問的問題就是 你回答的 就是說呢 怎樣進入一個 是很毀身 就是說 我真的選擇 不再讓我自己活著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那你說乳癌 但是 不是每個人有乳癌之後都會這樣的嘛 是當時有什麼發生 令到你對神完全的毀生呢? 你看到神這麼好 看到神愛我 就是不利不利都是 我相信耶穌十幾年 但是我自己就不認真 但是神就沒有放血過我 是 就是在那時候 你經歷到神 給你的醫治 你覺得神很大的愛 所以你就 很感動 就回應他 是不是 是 就是 OK 非常好 就是 其實有些人呢 就是一個某個經歷 又忽然間醒悟 神的作為 神的恩典 於是呢 就 真的肯將自己整個生命給神 我自己來說呢 就是 因為我經歷四年之後 我真的看到神的運作很大 可以 可以為神做很大的事 那 還有呢 就 也都 神賜很大的能力 在聖年充滿是賜很大的能力 為人基督 真是 可以很快改變 那這個呢 就是令到我呢 那個心呢 就是說 神啊 你可以這樣用我 我可以更新人的生命 可以影響這麼多人 我真的願意聽完你的話 因為世上的東西 我都 不去 再去渴望了 世上的東西 其實我們每個人 基本上我們都會享受過 吃什麼東西啊 就是我們都吃過好吃的東西啊 就是 在香港其實比較容易啊 比如你去吃座菜 你可以吃很多你喜歡吃的東西 你 沒有私家車你可以坐大車 就是 因為有大車 比很多國家是沒有的 就是很多路是很爛的 但是香港 其實我們有的 享受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 基本上享受到 那 而我們 就 醒悟了 其實 世上一切都要過去 而我能夠為神做的東西 是可以很偉大的 那我就聽了神話 有時候有些人呢 因為他 沒經歷精靈充滿 有時候他覺得 他自己做不到些什麼 有時候 一方面呢 是 好像 放棄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到什麼 於是呢 就覺得 都沒有什麼用啊 就是我 我更生毀生都沒有什麼用 做不到啊 全國人的人都不需要耶穌 所以 我又幫不了人來靈命更生 我都做不到 這個其中一個原因 有些人呢 就好像覺得 都沒有什麼用 做不到的 因為他不知道那個方法 怎麼樣去更生人的力 那所以呢 他就覺得 都信耶穌 都好像沒有什麼進步 所以 有時候會 灰心 沒有什麼動力 那有些人也是因為 他關心世上的事 他關心 他肉體的事啊 關心他有的一切啊 那就 對於神的事 沒有心 事實上真的對神的事 有心的人是少的 就是說呢 真是與基督 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的呢 是少數來的 不是多數來的 那這個 當我們醒悟 原來我們聽了神 說是這麼好的時候呢 醒悟呢 神就會開路的 就是譬如 我這十年 神就給我很多好的教導 很簡單去 跟人說呢 那些人有些就靈命更生 就改變他 就很想願意給神使用了 他就跟著呢 就親近神 覺得不難喔 是得力喔 又喜樂喔 我又為神 就是去侍奉的時候 神又祝福喔 神又會使用我們的侍奉喔 那我就覺得 我可以給神 真是好了好了 那個人呢 就有動力 一直下去了 但是有很多人呢 都是好像被動的 在環境的 那我自己來講呢 我就直接就是去找神 你給我最有策略的方法 就是譬如打仗也有策略的嘛 就算中國有孫子兵法 就是你同樣的打仗 譬如曾經有歷代有些不同的戰爭 是人數少打贏人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一個特別的策略 那我侍奉都是有策略的 有些人呢 經常做來做去 那個果效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些人呢 他做的事情呢 是有很大的影響 更新型的靈略 那我自己也是的 當我經歷聖元聖會之後呢 在我教會 興起了大約十個人 是做傳教士 宣教士 和傳道人 牧師 是一個小的教會 是興起了十個人 將生命毀身去示範神的 那這個是 是我以前示範呢 那我以前示範 都帶很多人信人數 但是很少人很毀身 很愛住的 我發覺 帶人信人數不難 但是帶他愛主呢 是很難的 但是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呢 我就發覺不難 就是 只要那個人願意去聽 去用心去回應的時候呢 他就發覺神就會更生他的生命 那我就 一天看到 哇 我可以給神用這麼多 而個個都可以給神用這麼多 其實真的可以為神做大的事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 世上的都要過類 但是我為神做的 是永全的 所以我就很毀身 就是完全是 決意的 我是決意 我能夠做什麼事情 比如現在我做這個 Zoom 其實我是 有個人 他認識我 很多人都是在網上認識 或者有人介紹認識 然後呢 他就很有心去 侍服神 跟著我跟他聊天 那我就 他就很想去 去認識聖經多些 還有怎樣去侍服 那我就 跟他聊幾次 在吃飯 洗碗的時候 那我就開始想了 如果我幫一個人 為什麼我不幫多些呢 那我就開始 有那個WhatsApp 那個群組 然後跟著後來有這個Zoom 就是因為一個人 而我就開始去想了 那我可不可以再提升更多人呢 那我就說 我是會刻意去問神 去想 有些什麼可以做得到的 那這個呢 就是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還有我任何的罪 我都會刻意處理 任何難阻的東西 任何我內心的情緒 因為我很深信 如果我有程序爆發 肯定是會叛到人的 肯定有些人說 用詩你教我們處理程序 你自己有程序爆發 肯定會影響其他人的 我就決意不讓任何事情 任何人去做的事情 影響我 就是決意呢 和基督同釘十字架 然後活著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內活著 那然後跟著呢 最後就說到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恩 這個恩呢 其實這個恩呢 中文聖經很多次翻譯 其實是 true true 是直著 就是說呢 我現在活著 是直著信神的兒子而活 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那意思是什麼呢 我現在活著呢 就是靠神 信靠耶穌而活 祂是愛我為我捨己的 是直著信靠祂 而我能夠活著 我整個生命都是信靠神 我整個生命是放在神的手中 神去帶領的 祂是愛我為我捨己的 這裏 這裏他 說來是用個單數 我不是我們 即是說 神愛我 耶穌愛我 為我為我捨己 我就願意呢 是活著 都是直著信 直著信神的兒子而活 就不是靠自己而活 現在完全是基督 在我們活著 我已經是基督同僵神之間 OK 好 那我想聽一下大家 當你聽完 原來我們的生命這麼寶貴 可以給神使用 可以大大影響人 祝福人 當你聽到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個心說 我都想 我都想 我都想給神更大使用 我都想 進入這個計劃 我都想 不再是我了 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 大家有沒有這些心 有 OK 有嗎 有 我 我都想 我都想 我真的同樣 學習 更多 去耶穌的樣式 去投入 去愛神 愛人 去幫助更多 需要人 人類 是相信我 我生命裡面 你是這麼好的 我都想去學習更多、執俱更多 去幫助我們現在身邊、教會裏面 很需要我們現在教會 非常好,你有這個心是非常好的 我們都希望你在這個Zoom的課程 和在我們的試奉初戀課程 學到怎樣去提升人的力量 怎樣讓人看到神的美善、神的美好 我們可以怎樣給神使用,而神會怎樣歡喜 當我們這樣侍奉的時候,神一定祝福 一定賞錢,整個生命就提升 其他人生命都被提升 個個一起得福 學到怎樣去做 即是有心的時候去學習怎樣去做 我都想講一下,在大家再分享之前 我都想講一下,這個老我的釘死是難的 為什麼難呢?因為我們人有我們的慾望 我記得當時在聖經學校 我們有一次就坐下來 幾個同學在那裡聊天 就說到說耶穌快要回來 我還記得當時有一個女孩子 她就說了 即是我們每個都說了,耶穌快回來 我們會想什麼呢? 那麼那個女孩子說什麼呢? 她說我想到耶穌回來 我想快點結婚 即是她想到就是我想快點結婚 我很緊張就是在耶穌回來之前我能夠結婚 那麼我都很驚訝的 即是她是很坦白的 即是說出她真的是 即是在她心中最重要的就是結婚 耶穌回來這個世界要過去了 但是最重要是她結婚 千萬不要 就是沒有機會結婚 那麼她覺得好像失去一些東西一樣 那麼這個就是那個生命一個難阻 就是婚姻在她生命一個難阻 就是難阻她更加給神使用 那麼我們可以有不同的難阻 比如人的問題啊、情緒啊 自己貪愛的東西啊 自己喜悅的東西、喜歡的東西、追求的東西 其實這些都可以令到我們就被自我控制了 那麼我想大家在這一陣子你都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說有些什麼難了我們是很難放下的 那麼而另外就是說我們有些人真的覺得 這些有沒有所謂啊 我不用再掛心這些東西 我要放下這些東西 我不再給這些東西影響 那麼我想在這兩方面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有沒有人想分享 就是說 剛才有些東西難了 我們想想怎樣去放下這些東西難了 讓我們真的與基督徒精神之間 OK 有人想分享 難了是可能要上班之類的 就是上班又可能很困身的 OK 這個就是時間的困身了 那我又想問回你了 時間困身我們可以怎樣去克服呢 我想說一點 有心委身給神 不是一定要有多少時間做到 有些你想做的東西的 譬如說 我想侍奉神 我想傳福音 這樣呢 那你上班也要上班嘛 那是不是代表上班就不可以有這個心呢 這樣 那我想問問問你了 就是說我們怎樣可以在上班 都能夠一樣有這種心呢 祈禱吧 可以在上班的時候 過程那時候去祈禱吧 或者 好 好 大家還有沒有 其他人有沒有回應 這一點 譬如有些人說我要上班 我就不可以像你這樣 那麼多時間去看聖經祈禱的幫人 我做不到這件事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回應 就是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 就是我呢 我呢 我本身呢 我是很趙急 就是想學到 就是同一 去保護衛生啊 就是外主啊 去綁到真正真正綁到人的那些 但是我現在呢 中年剛才說說上班 那我自己就一字不上班 我就選擇呢 我說 就是禮拜日啦 禮拜日呢 我當然 我早上五點多起床 五點多起床 那天我回教會在樓下 就是十點鐘左右就上班 然後幾個小時 你可以儘量去 去防什麼都不 遲言呢 擺上啊 或者読經啊 祈禱啊 是投入了 全事情都會的 但是少了 就是投入不了 就是不多了 我就選擇禮拜日 禮拜日上早 一早起床 這樣去幾個小時 以前是投入的 什麼都不做的 是啊 你起床了 怕的都跪在那裡 就是去看神經啊 就是去祈禮 去等候神啊 看看聖靈怎麼去 讓我又去更多了兩仇啊 就是不俗啊 去那裡邊啊 我就選擇禮拜了 喂 OK 好 非常好 你就趁在星期日早上的時間 但是你又說你出去傳呼音的 你出去傳呼音是什麼時候去傳呢 我傳呼音就是 禮拜日三 禮拜日三 我上班那個 我坐寶寶保護車的 我早上九點鐘送寶寶去 我都要到十一點半 就是九點後到十一點半 要那個時間了 我也是要一個團隊的 就是啊 那個牧師那裡啊 那個 劉真平牧師那個有團隊的 我參加了 就是有了一班大兄姊妹的 我參加了 那裡傳呼音呢 傳完呼音 接著就參加了 就去吃一個 買一個麵包 接著又上班又做事了 就睡三拍的 OK 就是說你在那個中間的 空檔的時間去傳呼音 是吧 是 我也是一班團隊的嘛 OK 好 這個很好 這個一個就是說 在我們可以的時候 就是說 只要我們有心呢 一定有方法的 生命更新呢 就算時間有限 在那個有限的時間 我們都可以傳呼音 或者建立人的靈命 和建立自己和神的關係 就不一定要是傳時間的 就是有些人是傳到傳時間的 比如我自己 我曾經 你講一下 好 我就有時會參加去傳呼音 就是揭曝他們 有時就 就是自己人傳了呼音 就留下了電話啊 他玩鬥啊 可以玩一下他喝茶啊 跟他聊一下解啊 關心一下他啊 不知道他有什麼問題啊 就聽一下他 做靈天寫這樣 他慢慢去 自己要學習了 學習如何去幫助人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 我都好 真的好想好想 還有很焦急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欣賞你那個 焦急 就是為神 天國 焦急這個心 我們焦急得來 又可以有平安的 就是 焦急得來 真的好 看到 我真的在教會裡面 有很多個問題啊 我現在就是想 同一上星期天 那個姊妹去大夜那個 她讀那個 我要照顧看看有什麼課錢 想進去讀 關心那些課前 就是那些 看看有什麼 課前適合我呢 讀了 真真真真 我教會 那些姊妹啊 長者啊 還有 甚至那些 自己傳道福音的那些人 我現在就是 不斷地祈禱求問 等了 其實這些實際 是 是 你聽得到 是 聽得到 有沒有 那些什麼給你我 其實呢 我想說 這一類的課程是少的 實際的課程是少的 就是說 怎樣幫人的靈命呢 反而我們在下 我們今天 講完這個主題 我們 明晚就下一個主題 就是講到 建立人的靈命 因為這個是你們投票之後的結果 來的 那這個就是我會講出怎樣去 建立人的靈命 那在那時候呢 我們就會有 講到不同的方法 那我們 遲些也會有另外的主題 比如傳福音啊 這些我們都會有這些主題 就是我想說呢 就是我想說呢 是很多 神學院啊 或者有些地方去訓練人啊 很多時候呢 是會 講聖經 多的 聖經是好的 不過呢 聖經是 聖經的課程呢 是不會教人 怎樣去見 就是怎樣 遲遲 實際的遲遲呢 聖經是有的 不過它不是全部放在卷書 它是不同地方抽出來的 所以如果是幫人的靈 是要由不同的經文 抽出來 又怎樣使用 去幫助人的 就不只是去查經 就會達到這個目的的 但是這裡呢 你發現我們呢 一路識經 但是呢 我們又會應用 還有如果牽涉到神學的問題呢 我們又會討論神學的問題的 所以我們 有 聖經 又會有實意用 應用 還有怎樣去 在神學上 怎樣有一個 就是 出於聖經的神學的道理 的真理 好 那這個 其實我們都會個人認定 你怎樣去幫人的靈命 那就是我都會 其實在下一個Zoom的課程 就明天開始呢 就會是一個很 就是很方向性 向著這個風向的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裡為止了 那這個意思呢 主要我們講到呢 就是說 我們跟基督徒 跟聖經十字架 那我們需要自己反省的 有些什麼是影響我們 就先講到 上班了 我都再想回覆一下 我都試過上班的 譬如我在外國那時候呢 我要建立一個教會 我本身沒有入息 我是從零開始的教會 那這樣的時候呢 根本沒有入息 那又有人介紹他做軟幕 但是呢 在外國做軟幕 是不准傳播音的 他軟幕的意思呢 只是說 去關心人 聆聽人 如果他是基督徒 我們可以跟他說基督教 但是他不是基督徒 我們可以跟他說基督教的 但是我自己呢 我就 我就不會跟他的規則 但是我是隨時可以被人抓到 而炒又煮的 那我是很小心去做 就求神給我聰明智慧 我真的在裡面呢 是幫助到一些人呢 是信了耶穌 還有呢 幫他們 信了耶穌怎樣從神得力 還有呢 他們有些經歷醫治啊 經歷不同神的工作啊 他們都很感恩的 那我想說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當我們有這個生命的時候 無論我份工 就是有沒有機會 傳播音都好 我們的生命是會影響人的 譬如我打球 我會影響我周圍那些 就是我們一起打球的那些 波友啊 我們那些保安啊 我都會影響他們的 我接觸的人 我就會影響他們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有這個生命的時候呢 自然有機會的 那而在教會裡面 我們更新到人的生命呢 他們就會給神使用 因為有時候不是我們直接傳到福音 是我們更新人的生命 原因呢就是 其實信了耶穌信了很久呢 是難一些有傳福音的對象的 除非我們出街外 如果不是呢 是在我們認識的人呢 已經是 要麼就信了耶穌 要麼就已經聽了我們傳福音很多次 他們都沒有興趣再聽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就是 就是基督徒有時候反而傳福音的 那個對象是會少的 但是我們 帶他去信耶穌那些人呢 他們就有機會可以 就是新信主的人呢 就有機會可以去傳福音是多些的 所以我們如果 我們去建立那些新信主的人 或者信得久的人 建立他的靈靈呢 都會提升人去傳福音 OK 好 那我就總括我們今天所講的 就是說呢 我們與基督徒跟釘十字架 意思就是說 我真是呢 求神幫助我 處理我內心世界 我裡面有些什麼 啊 罪啊 負面思想啊 負面情緒啊 人的問題啊 自己的懶惰啊 自己的無心啊 啊 盼望我們因為神的大恩 神的大愛 神是很關心人 而這些人真是需要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就讓耶穌作主作王 這樣的時候呢 神就會一直帶領我們了 我們就生命給神使用 而我們看回昨天的經文 就講到呢 就 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願運動 要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呢 神跟我們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在我們裡面動工 而我們越將自己釘死 越靠耶穌 將我們釘死 我們的屍肉 我們想做的事 我們放下 我們就越能夠讓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 還有呢 與主 與聯合的就是 與主成為一靈 就是說我們與主聯合 越強烈呢 就與祂成為一靈 就完全讓祂掌管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必然結出果子 神就會帶領我們 帶領我們 怎樣領受神的方向 我們很簡單地 我們看回我們以往看的經 第一就是講到 第一處就是 約翰十章二十七節 耶穌的羊聽到他的聲音 神會跟我們講話的 可能有時候有些人是 心靈的感動 有時候有些人是 真的聽到聲音的 而 約翰十六章八節就是講到 神要將祂的靈 灶灑三十七節 神要將祂的靈灑灑 有血氣的,而來要說預言,天意象作異夢和神的仆人都要說預言 就是講到神的靈,神是想所有人充滿聖靈充滿 然後聖靈就會跟我們講說話,讓我們能夠領受到方向 有些方向性的意念進入我們裏面 也有些人會說預言,是為某些人發出預言的話 神會怎樣使用某一個人,就是神是一個啟示性的神 會把他的計劃啟示給我們,我們就知道我們可以進入神的計劃 而有些人就說,你的啟示就是第六十七卷聖經 我們就說不是,而是聖經裏面所講的,神帶領我進入 神帶領我進入,與基督同一間十字架 活著的不是我,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是神帶領我進入,神帶領我去哪個地方存福 這個都是,聖經裏面講的不是一些新的啟示 不過是個人性對我啟示 那第五柱經文呢,就是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就是講到,我們將身在獻上,當作活祭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會察驗神的善良順全火器的指引 就是當我們聽說,將生命給耶穌呢 不要跟這個世界,心意給神更新改變呢 就會分辨到神的完美的計劃 就會逐步進入了 所以進入神的計劃是不難的 而有時候,有些人說,啊,我很想去做傳道 那為什麼不是馬上就馬上就開路呢? 因為人需要建立生命,需要建立事故的經驗 這個需要時間建立,才能夠成為一個合神使用的人 所以我們需要學習,需要去處理生命 需要去操練、侍奉,然後逐步逐步去使用 然後呢,就是耶利米書十三章二十三節 就是講到呢,古實人,黑人能不能夠改變他的皮膚呢? 豹能不能夠改變他的斑點呢? 如果能夠的話,習慣行惡的人就能夠行善了 這個講到人那種劣根性是很難改變的 所以我們真是給神使用帶領一定要放下我們的舊火 知道我們的舊火是對我們很大破壞性 所以我們就決意不給我們的負面思想、負面情緒、罪來影響 那然後下一節呢,就是《創世記》五十章二十節 就是呢,藥室就說呢,他這個歌想害他 不過呢,神的意思是好的,要承傳今天的光景 就是我們聽神說,神就有個計劃,祂會承傳的 是一定會承傳,逐步帶領我們的 那麼我們昨天看的經文就是《士囊傳》十三章二節 就是他們討告侍奉主禁食的時候呢 聖靈就說猜派巴拿巴和素羅 就是說一個群體同心合意討告親近神的時候 神會指示,所以這個群體越是專心愛神 越給神帶領的,在教會啦 或者有時候我們找幾個特典展會有深祈禱 神就會帶領我們,神怎樣使用我們 這個是一個群體,無論多大多小 有心愛神都可以給神的 然後呢,就是《士樂比書》二章十三節 也是昨天說的 就是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面運行 就是說,原來神跟我們很密切關係 在我們運行 推動我們去做神要我們做的事 還有呢,與主聯合的就是與主成為一靈 就是我們可以跟神那種關係密切到呢 是直接跟他同一個靈的了 神在裡面感動我的 還有呢,今次所說的就是 將個救我釘死,然後活著的不再善愛 就是當我們聽神話,神的自然帶領我們進入神的計劃 但是同時我也會這樣說的 我們需要刻意去尋求神的心意 我怎樣這麼大發揮 就不要只是好像被動啊,神啊,你跟我說啦 我就天天坐在那裡,你跟我說啦 我們是會刻意做眼前可以做的事 刻意去學習 怎樣去提升人的靈異 我們下一個Zoom的課程呢 就是講到怎樣提升人的靈異 那你有其他的朋友也可以介紹 因為這個課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說呢,我自己在我初期做牧師 我都發覺很難提升人的靈異 我就覺得好像說了聖經 他們都是不提升,講極都不提升 但是現在神給我一些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看到原來走神的路 自己又得福,人家又得福 又開心快活,做人輕輕鬆鬆 神有個計劃,神有喜悅 神喜悅的時候,什麼好的都會給我們 而有策略,去告訴別人 神是不錯的,你走神的路是不錯的 而犯罪一定的破壞性 那你想你的生活被魔鬼拆毀 以為你想聽神的話呢 當我們聽神的話的時候 神就一步步帶領我們 我們自己的更新,也更新人的靈異 那在過程我們一方面查聖經 一方面就會實際講到 怎樣去提升人的靈異 所以你也知道有人呢 是想學習這方面,可以鼓勵他參加 那OK,那我們今天到這裡為止 我們祈禱,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在群組發問或者是分享的 希望大家都會說 神啊,只要我肯尋求你的心意 刻意去尋求你 和領受到什麼方向 我就聽話呢,就必然能夠進入神這個願意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天父,我們多謝你 大家都可以站起來放鬆的人 你可能呢,可以感受到聖人的能力 平安清產或者嚴重 臨到我們身上,感受到聖人的動力 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很愛我們,你關心我們 提升我們,你很想祝福我們 神啊,你讓我們知道 真是呢,罪是有破壞性的 罪是會讓我們遭遇得更加厲害的 我們犯罪的時候 還有呢,當人犯罪的時候 魔鬼就會來偷竊、殺害、毀壞 而當我們聽神的話 將身體健壯作為活際 武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建化 就能夠分裂到神的意見計劃 這個善良常存可起的旨意 當我們與基督同釘實際下 聖靈,經常都是聖靈活著 在我們裡面活著 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 推動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進入神的計劃 我們的生命就一直互動下去 感謝天父,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的大恩大愛 神一定更生我們,改變我們 使用我們的榮耀眾贊歸給主 願主你的名在我們當中被尊崇 願意我們都榮耀你的聖靈 願意我們都更加愛你 求聖靈大大充滿我們 感謝天父,讚美天父 求主更生我們 多謝天父為主耶穌聖靈 阿門 好,求主祝福大家 有什麼回應 大家都可以在這個 多謝耶穌聖靈 多謝牧師 聖靈在我們裡面運行 我會感受到的 神的能力在我們運行 我們其實每個人都可以 敏感到聖靈 就是越來越經歷這麼多 如果你有其他經歷 你都可以說出來 有沒有其他人想分享你 剛剛祈禱的時候 你剛才說我的放鬆 你忍著祈禱 其實我的口 不停地 身體都搖動了 是啊 就是很喜樂 心裡 多謝主 多謝耶穌 原來我們投入祈禱 神就會做大的工作 希望我們都會說 神幫助我們 全心愛耶穌 聽完耶穌話 好,多謝你們的分享 好,多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